新北市政府在日前举办100年度职业训练成果嘉年华 而相当特别的是在会场当中出现了一个由中国餐饮学会的师生 共同制作的超大型国旗水果蛋糕 新北市100年度职业训练成果嘉年华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财团法人中国餐饮学会捷训会员 共同制作的220寸超大型的国旗蛋糕 新北市升格之后职业训练中心不但扩大服务范围 还提供独立负担家记者深情障碍者等族群的职业训练课程 现在针对于除了失业劳动以外 各项的包括我们在职训练 包括我们的比如说独立抚养家庭的 以及原住民等等各项族群的所有的在职训练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新的一个创新 这次在市民广场举办的职业训练成果嘉年华 现场有27个职训成果展示摊位 免费提供美食 意见 支加彩绘等活动 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天外天新闻省志永林景瑜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課了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課了一等我的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課了一等的 rho a声 几乱与点栏目